在夢想街有個門牌 媽媽歡迎來到夢想街57號 演藝圈裡面的恩恩艷樂 愛恨情仇 總是讓所有的觀眾裡面 都是物理看花 包含了我們看到的 這兩個 過去這兩個 一個叫做蔡依林 一個叫做侯佩成 過去全部都是J女郎 過去是後不見後的 但是沒有想到 昨天在林心如的一個 歸您的晚宴上面 演出了一個大和解的戲碼 對 這張照片 是隔了11年之後有了合照 為什麼J女郎 蔡依林跟侯佩成 當然11年以來 他們即使在公開場合 有見到面 應該也都是把對方當空氣 那為什麼呢 我再小小交代一下 當年那個石破天津的那張照片 這是2005年的2月 但是這張照片 其實是個意外 當時我的朋友的朋友 是香港的狗仔 有兩個人 他們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被他們的雜誌社指派說 陳奕迅要去日本玩 叫他們在過年的時候 跟著陳奕迅 這兩個狗仔當時心情超差 所以到了那個日本的代官山 就隨便拍兩張 在拍的時候 就發現陳奕迅跟他 站在對面的一個男生 揮手打招呼 那狗仔也隨便拍了兩張 就隨便按了兩張 好 那按了兩張照片之後呢 那個男生顯然也帶了女朋友 然後狗仔就把一整批照片 陳奕迅跟那個男生的照片 就一起傳回了雜誌社對不對 陳奕迅的照片就被扔了 因為雜誌社編輯一看到 那個照片的時候就說 天啊 你拍到了周杰倫啊 那個年代2005年了 但是他們對侯佩成不是很熟悉 還透過了台灣的媒體 協助他們完成的這篇文章 也就是大家很有名的 代官山的周侯烈 2005年當那張照片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人暗自垂淚 就是蔡依林 因為當大家印象還在雙J的時候 那你們把蔡依林放哪去了 蔡依林後來講說 她是最後一個知道 她說這是她談過最誇張的戀情 總之不管 那個時候 之後這兩個人就不再見面了 2005年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其實真正在談戀愛的是 周杰倫以及蔡依林 而且周杰倫還幫蔡依林 製作了唱片 甚至幫她寫了很多歌 雙J 所以當時的話外界的話 這個雙J 這一個他們的一個唱片 是我們樂壇的童話有沒有 是 沒有錯 而且當時兩個人的聲勢是如日中天 但是沒有想到 周杰倫居然跑到了日本去 居然跟這一個侯佩晨 勾著她的脖子 戀情陣容 那蔡依林怎麼辦 而且你看 這一直是我們台灣樂壇的童話故事 男的女的都非常相當 聲勢也一樣對不對 大家都好希望雙J可以復合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其實是2010年 所以為什麼侯佩晨跟蔡依林 一直沒有辦法再見面 跟那個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是因為當周杰倫跟侯佩晨分手之後 周杰倫非常積極的想追回蔡依林 所以2010一直傳雙J要復合 甚至蔡依林她生日的時候 周杰倫都還送上禮物 兩個人相約打保齡球 有沒有這個經典的畫面 你怎麼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 可是他們的定情曲 好 那因為這樣糾纏了十幾年 所以蔡依林 侯佩晨就錯過了 甚至2007年的時候 侯佩晨主持經曲獎 蔡依林因為入圍了這個最佳女歌手 兩個人都還沒有照過面 所以你看 昨天晚上歸裡面 我們的寬姐發現他們兩個背對背 這樣不好吧 好不容易兩個人在這個婚禮上都見面 就把他們兩個人拉來說 好朋友啦 大家一起合照嘛 兩個人都說好啊 尤其侯佩晨 田杰就說她是蔡依林的歌迷 那各位你知道嗎 蔡依林為什麼特別還跑到 這個林心如的閨寧宴 當然她是林心如的好朋友 曾經邀林心如拍她的MV 但她最重要一個目的是做什麼 你知道嗎 她是要去現場看那個結婚蛋糕 為什麼要看結婚蛋糕 蔡依林現在是翻糖蛋糕的權威 對 她是想去看看那個六成的結婚蛋糕 人家怎麼做 之前那個金曲獎的獎盃也是她做的 對 是因為這樣子 但是很好 終於這個畫面歷史性的複合了 11年他們終於在同一個場合照了 沒事了 但沒事很多人還是很有事 是不是 為什麼 想到當年的這些J女郎 是不是就跟這個人有關係 就是周杰倫了 不是 周杰倫現在也結婚了 然後侯佩晨也結婚了 然後這個蔡依林的話 現在有好的景榮 有好的男朋友 可是這個周杰倫的話 其實她的恩怨還真的不少 從周杰倫放射狀出去 當她跟蔡依林在一起的時候 雙J戀陣農的時候 因為蔡依林跟羅志祥小豬 非常好的朋友 到現在還是麻吉 當然羅志祥就挺這兩個人 他們也是麻吉 但是當周杰倫跟蔡依林不好的時候 羅志祥要選誰 她選擇挺蔡依林 所以她就跟周杰倫之間出現了問題 周杰倫後來出專輯叫做摩羯座 要上羅志祥的 旅樂百分百這個節目的時候 突然就退了通告 所以外界就發現 兩個人不合 而且他們彼此的粉絲尬得很厲害 會相互去對方的網站罵 痛罵對方 那長期以來 兩個人就被傳出嚴重的心結 好 後來是因為羅志祥呢 又因為跟小鬼叫黃洪生 出了一點狀況 氣血這我一定要講 好有趣喔 你知道你們男生上廁所 要小心一點 羅志祥 小豬跟小鬼 他們一起主持娛樂百分百 一個娛樂節目 好 那那一天在棚裡面 大家因為這個休息的時候 小豬先去上廁所 那男生上廁所他就跑到那個 就把門關起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小鬼跟他的朋友 叫小芳就進去就去尿尿 那他們不知道小豬已經在裡面了 那是不是就開始講小豬的八卦 有趣了 被聽到了 因為小豬在他們背面 這種情形常常有 嘴巴不要睡 公司在裡面常常出現 好 那這個時候是怎樣 小豬蹲在那邊對不對 然後小芳跟小鬼在前面尿尿 小芳就講了 那個小豬粉絲很多 就一邊尿一邊講 好 那這邊小鬼就說 粉絲是很多啦 可是小豬的粉絲都沒有氣質 你是小鬼 小豬在裡面上廁所聽到不就發火了 而且小鬼平常在小豬面前 看起來就是畢恭畢敬 然後對小豬也很好 那你怎麼可以講小豬什麼 粉絲沒有氣質 小豬其實就在你的背面蹲著 當然超不爽 而且小鬼是後生晚輩 對 那這時候如果是 你是小豬你會怎樣 當然就是給他大方的門打開 讓你們看看你們講什麼 講我的粉絲沒有氣質嗎 所以這件事情就拚了 那當豬跟鬼不合的時候 周杰倫反而出來說話說 大家都長大了嘛 也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反而周杰倫跟羅志祥 現在很好了 可是羅志祥跟小鬼不好 可是周杰倫現在跟他的師父很有事 而且我看這個結應該解不開 為什麼呢 想當年你看看1997的時候 吳宗憲先發掘了周杰倫 那個時候的周杰倫 很不得了 每張唱片都大賣 可是為什麼 一直到了2001 他用3億他是打包 他是整個唱片公司 韓藝人全賣掉了 賣給了好樂底 這一件事情讓周杰倫很受傷 是因為周杰倫後來 跟阿爾法之間的一些版權 出了一些糾紛 我們看一下 其實周杰倫 那時候1997年的時候 超級新人王 那個節目 當時的話 其實是吳宗憲他們主持跟製作 憲哥主持 然後他就專門去網羅一些 很有才藝的年輕人 那時候周杰倫 他了不起就是十幾歲 可是周杰倫不是去比賽 他不是去比賽的嗎 他是去幫同學伴奏 還是伴奏 比賽的人是他同學 他不是去比賽 他幫同學伴奏 而且他不會講話 從頭到尾沒有開過口 是因為吳宗憲發現 這個年輕人 很有音樂方面的才華 所以你看憲哥 那個看人準不準 很準 算很準的 所以他就把他牽線進去了 是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周杰倫 他是跟著媽媽生活 媽媽還特別去拜託憲哥 他當時總共 特別照顧他 簽了八年的合約 給了吳宗憲 但是沒有想到 2001年的時候 吳宗憲居然用以三億元 把唱片公司跟周杰倫這一塊 這個應該是金礦 打包 整個打包 全部都打包 把它賣掉 賣掉以後的話 讓周杰倫非常非常的不爽 可是不但是不爽 是很傷心 因為他跟他簽了八年 他有很長的時間 睡在阿爾法唱片公司 很長時間還沒有辦法出片 好不容易熬出來 第一張唱片 以周杰倫同名專輯 一炮而紅的時候 2001周杰倫 其實已經很紅了 你卻用打包方式把我賣掉 周杰倫很傷心 會覺得那是不是我的才華 沒有受到你的關注 一直到後來 版權鬧出糾紛 其實這件事情 對周杰倫反而好 從此之後 周杰倫再也不替別人打工 乾脆自己當老闆 周董的名字是從這裡來的 金人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 我來當這個經濟公司的藝人 我就要被你賣走 有點像球員 職業棒球的球員一樣 動不動就要被釋出 你知道那種感覺很不好 我乾脆自己開公司 這也造成了後來周杰倫 成為他自己的老闆之後 這個師徒就開始地位不一樣 為什麼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 吳宗憲就財務危機 每一次吳宗憲到處跟大家借錢 你知道憲哥那個時候 跟人家借錢到 10萬塊能不能借我下調個錢 有嗎 他有到那麼慘嗎 有 年借20萬 他那個時候就是說 偏常力到處借 對 但是我還想講一下 其實周董跟憲哥 我覺得憲哥他真的鬼遮眼 剛剛有講 他睡在阿爾法的時候是怎麼樣 他是每天 因為他不會講話 就是嘴巴很濁 他是在那邊寫譜 你知道嗎 寫一寫 寫完之後他就想丟垃圾桶 丟垃圾桶 是吳宗憲從垃圾桶裡面看到說 這很好的歌跟詞 這誰啊 他說是那個... 就躺在旁邊那個小弟 不會講話 那個 對 他說這是一個寶 才幫他找 然後他就開始寫 寫了之後他說我幫你送 給阿妹 阿妹看又丟垃圾桶 給誰 又丟垃圾桶 所以其實那就是憲哥 沒有放棄他 所以我就覺得後來好不容易 除了張專輯之後 紅了之後 開始很多人要用周董的歌之後 憲哥卻要把他賣掉 他是不是鬼遮眼 真的 鬼遮眼 他當時為什麼要把阿爾芭 當時到底為什麼要把阿爾芭 給賣掉 那時候已經財務出問題了 他自己的財務問題了 不然的話他知道 可是01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的話 L&D已經開始在做了嗎 沒有...就鬼遮眼 我覺得他太可情了 不是 那是憲哥第一次的財務危機 而且那個時候他做了很多的投資 各位記得嗎 甚至早期的某家電視台 他也有投資 財務的缺口太大 然後再來我認為當時好樂迪 你想要買下他的這個唱片公司的時候 憲哥可能會覺得3億已經是個好價錢 所以不但是鬼遮眼 可能錯估了 各位看一下現在周杰倫的身價 將來可以上達多少 300億都不止 你當時以3億打包的方式賣 所以造成後來周杰倫跟昆琳在台北的這個婚宴 所有人都受邀 所有喔 A咖 B咖 C咖 就只有 吳宗憲沒有受到情緣 而且憲哥到最後講什麼 他一開始是說 沒關係啦 他是替我審個紅包嘛 但是你們記者真令人討厭 不斷去問吳宗憲說 那你徒弟到底有沒有給你喜帖 到底有沒有 你知道憲哥臉就拉不下來 到最後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我是欠你什麼 子不嫌母丑 你懂不懂禮貌 是不是一直喊 我欠你什麼 一直講了三遍 我欠你什麼 你知道周杰倫沒有任何回應 最後才給了一個答案說 因為周媽媽不願意 那更生氣啦 你知道憲哥說什麼 他說 我吳宗憲三個字 是你拿著筆一個一個在那邊點說 誰要發帖子 誰不發帖子的嗎 吳宗憲是你這樣子在選的嗎 講到半天 到現在 你們會問說 那和解沒有 沒有 師徒倆到現在很有事 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銅框出現 有兩個也是天后級的人物 到現在為止的話 一樣還沒有破冰 而且聽說他們不只男朋友搶 還搶到了化妝師 化妝室 全部都在搶 Angela 張曉涵 這個是Alva 蕭亞軒 兩大天后 都是差不多一個年紀 差不多漂亮 歌也唱得一樣好 但是你知道嗎 他們竟然有這麼多的恩怨跟糾葛 其實在那時候他們在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是最紅的時候 就曾經有過 有過同樣喜歡上的男生 那個時候就有一個這樣的心結 很久就存在著 後來你知道嗎 有一個代言 是因為Alva先代言過 後來換成了Angela 張曉涵 所以這個心結你看又來了 但是你知道嗎 化妝師這就很妙 這是最早的一個化妝 因為你知道嗎 藝人他們碰到什麼 你要走那個三斤的紅地毯的時候 你要出片的時候 那個化妝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會懂得你把你造型出來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甚至有的化妝師是要跟著他的 比如說像每次到金中金馬金曲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記得 曾經他們曾經搶過一個很厲害的化妝師 就是比如說我不要講那個藝人名字好了 他從早上就說我七八點就要化妝了 可是我要到晚上七八點才能放你走 那等於那一天這個化妝師 不能幫任何藝人化妝 所以等於他被爆 可是很多藝人沒有那個化妝師 是出不了門的你知道嗎 所以但是厲害的人 就是可以再把它包下來 他們最開始的時候 是有個叫妙妙的 他們就曾經搶過 這一次你知道嗎 他們即將兩個人要發片 那個發片是有重點 就在暑假就是一個搶檔的發片 又搶了一個當紅的化妝師 叫做尤思琦 這個是最近很紅的一個化妝師 又搶 好啦 搶了半天 那怎麼辦 誰要讓啊 那他們就去問Alpha的經紀人 要不然說那個尤思琦 那個魷魚一直都是我們的造型師 我們沒有說他要給別人或怎麼樣 再問Angela 張小涵的經紀人 他說這樣啦 好啦 如果說尤思琦沒有空那算了 我們還可以找別人 所以是不是要打算要拱手讓給別人 不知道 可能還可以再搶一陣子 所以有兩個化妝師 他們都分別搶過 對 所以你知道嗎 因為 從妙妙一直搶到那個尤思琦 因為你知道尤思琦是歌手 歌手的造型很重要 歌手他們每一次出來 他們那個妝 你知道嗎 最厲害的 我曾經去找過那種 就是很厲害的化妝師 他包括一場 比如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他光那一場幫你化那個妝 你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多少 8萬塊 只有8萬塊要這麼高 那還是友情家 有一個很有名的 你的化妝師這麼厲害 因為你知道嗎 他那個妝不是這樣給你化上去的 是用慢慢噴上去的 可以讓你知道無爪痕跡的這樣子 在你臉上貼上那個妝 而且是 反正就是可以化到 有形勝無形那樣的妝 是要8萬塊 我曾經去問過一個很厲害的化妝師 那時候是要走一個紅毯 幫我的一個藝人文 他要開8萬塊 而且還沒有空 那就是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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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師搶到什麼 最近最厲害的是一個 他們都自創品牌了 創什麼品牌 鞋子 他們因為都是那種當紅的偶像 每次出來對不對 又唱又跳 腳上是不是 粉絲都會看到 Angela你知道嗎 他其實前兩年受到家醜事件 有點影響 可是再戰江湖的時候不得了 他除了歌什麼各方面創新之外 他去自創品牌 這個品牌叫做Temputation 這個品牌厲害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除了自己穿 他有一次一個活動裡面 他就換了六雙鞋子 讓粉絲看到 Angela 你這個鞋子好漂亮 立刻就去買 粉絲立刻就去買 好 他還給誰穿 小燕姐也穿了 陶子姐也穿了 什麼人都穿了 所以他的鞋子是從 各個年齡階層都有 有高跟的 有雨鞋的 有靴子 有皮地鞋 什麼鞋都有 那很多是他親自參與 去畫那個設計圖的 甚至於在我們最厲害的 那個一季戰場東區很多的點 他都有買到 他都有點在那裡面 而且聽說他東區的這一個點的話 不到半年的時間 就回本了 他其實創業金是1100萬而已 可是他一個月的營業 可以達到2200萬 那很厲害 因為很多小女生看到Angela穿的時候 他會去 一口氣可能就六雙七雙這樣買下 因為他的鞋子沒有很貴 張曉涵隱形的翅膀在大陸很紅 在大陸非常紅 他怎麼沒有繼續再唱下去 有 他現在有一個巡迴演唱已經出來了 但他現在已經開始在大陸 還有全世界有巡迴演唱 即將會展開 所以他除了自創副業這個品牌 而且這個品牌其實他的後面的後世的潛力 非常非常大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剛剛講他佛很多的族群 然後他在他的官網上是怎麼樣的 包括地點 品牌 價錢 他最後還有一個 誰穿過 這很厲害 誰穿過 我給他點進去看 這個名人也穿過 那個名人也穿過 這是名人最愛的牌子 你說他厲不厲害 他送給你們這麼多人穿 可是最後那個都回歸到他這邊 所以才會有一個月 可以有到2200萬 而且東區是一級戰場 他開的店是在東區 蕭亞軒開的店也在東區 所以兩個人又火拼上 又在東區裡面 連鞋子都要拼在一塊 好 他的牌子叫做Carry Me 這也很好記的 帶我走 他的裝潢費用什麼什麼600萬 其實比他稍微低一點 但是他也是在敦南那邊獨棟的 這樣一個賣場是很大 那時候開幕的時候是 召開很大的一個盛大的記者會 很多媒體都在報導 月租也要80萬到這樣 可是你知道嗎 他也是一樣 找名人來加持 那個TWINS的那個ASA 什麼等等的 他也是送鞋子到那邊去 請他們穿 還有就是說Alpha他的鞋子 是走比較新潮一點 比較時尚一點 但是其實為什麼 因為Alpha穿過 很多粉絲就是Alpha一穿 看他台上穿 他們立刻就去買這樣 好 但是因為東區是一級戰場 對不對 寸土必爭 然後鞋子店那麼多 他們兩個都是天后 那他們看 你說粉絲 也許我這個月 我只有2000塊的預算 那我買了張曉涵就買不了蕭亞軒 我買了蕭亞軒就買不了張曉涵 所以他必須要勢必要抉擇 我只能買一個人的 那我要買誰 所以兩個天后的鞋子大戰 就在東區上火熱的燒開來 好 我們再講 還有一個天后 阿妹 妹姐 妹姐是不是每次演唱的時候 都有一個非常高的 她的那個鞋子都有夠高的 她有好幾次 她被一直怪倒還摔倒對不對 可是她一定要穿那個恨天高 才能夠出場演唱 好 那阿妹這麼會穿鞋子 這麼多鞋子 她是不是要創個牌子 這個牌子一定很多人會喜歡會買對不對 那不創白不創 就創了一個叫阿妹的牌子 她也創 但是她比較厲害 就是說因為她太忙了 她沒有時間就是說 我去找點 我去經營那個點之類的 因為她要發很多的心血 她乾脆就跟很有名的達芙妮 你知道嗎 達芙妮是從大陸洪回來 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自己品牌 她跟她掛在一起 也就是說跟她就是 人家是住點 住在達芙妮裡面 兩個人合併這樣 但是也很厲害 這個達芙妮的點 包括大陸跟台灣是幾萬個點 尤其在大陸是 每個大城市 小城市 都有達芙妮這個點才有存在 好 那這個妹的鞋子 因為非常的 也是非常前衛 而且阿妹自己每天常常這樣穿出來 大家還是會去找 因為有特殊的族群會喜歡 她的鞋子你知道嗎 一雙多少錢 都要上萬 怎麼這麼貴 因為特殊鞋款 那賣得掉嗎 賣得掉 只要下個阿妹 AMEI 就賣掉了一萬塊又怎麼樣 因為妹的粉絲很多 她說那個阿密特 她出那專輯的時候 還有一個阿密特的那個鞋子 高跟鞋這一雙 要賣兩萬塊 限量一百雙 馬上秒數 她會喊限量 明星最厲害的就是說 我都喊限量 其實包括Angela and Elva 他們也是一樣 也會有限量款 也有平民版 都有 那阿妹比較厲害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跟達芙妮 反正就拆帳 但是達芙妮 因為她的點非常非常多 阿妹這個是蠻保守 蠻好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經營副業其實很厲害 甚至連一雙鞋子 都有可能引發爭議 這個其實就是 羅美眉跟利金 當時的話 羅美眉收到了一雙鞋子 非常非常漂亮的鞋子 是利金送給她的 但是也因為這雙鞋子 害得他們兩個人 姊妹琴 後來破碎掉 對 這兩個的結道 現在還沒有解開 本來是在她在做天后宮的時候 兩個人是非常非常要好的姐妹 她常常在化妝室裡面 兩個人一直講那個貼心話 講幾個鐘頭是不出來的 後來為了互送生日禮物 而就是翻臉成仇 為什麼 因為利金在過生日的時候 聽說這個妹妹就先送 送了一個 她其實覺得是一個水晶的 東西還滿漂亮的 就是一個煙灰缸 結果利金就生氣了 為什麼 我們又沒有在抽煙 你幹嘛送我們煙灰缸 是要幹什麼 我又用不到 太沒成衣了 對 她會說水晶的很漂亮 可能因為她會覺得說 妳是我的閨蜜 妳是非常了解我 因為送一個這麼不實用的東西 心裡就怪怪 就不舒服了 那等到妹妹生日的時候 她也要回送 結果妹妹收到什麼 羅 妹妹收到一雙鞋子 大紅色的鞋子 那妳看 妳知道 妹妹也是很驚的一個人 一看 一穿 這穿過的鞋子 怎麼會這樣 舊的鞋子 然後這個消息啪啪的就出來了 人家溫力經理就說 沒有 我發誓是新的鞋子 沒有穿過 她弄錯了 是我一番好意 不是舊的鞋 是新的鞋子 然後妹妹就一直講說 確實是舊鞋 她說那個底下有一點磨損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等等的激證 而且聽說羅 妹妹後來還 把她拿去給人家簽訂 對 所以已經到翻臉 鬧翻 你看鞋子 其實如果說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太好的朋友 到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因為那雙鞋子 是吵了好幾個月 然後兩個人就吵到 後來力經承認了你知道嗎 說對 我就是一時情急 因為太多事情了 我就抓錯了 抓了一雙 這是我穿過的鞋子給她 她一開始的時候 她其實力經還講過說 如果是舊鞋子的話 他們全家會死光光 然後後來羅 妹妹拿去鑑定以後說 確定是舊鞋子 她才又改口講說是拿錯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 他們兩個翻臉成仇 到現在都還沒有和解 當然沒有 也沒機會 因為力經現在這兩年到韓國去 所以兩個也碰不到面 也化解不了 而且那個事情就是 他力經現在應該跟空姐有心結 他滿容易 我覺得其實他私底下是滿好 可是常常到了檯面上很多事情 就是一下子出到那個美稿的時候 就一發不可收拾 好 那你在講說 其實力經跟我們乃哥 這個徐大炮也有一個恩怨心結 他們兩個也有 你知道嗎 乃哥之前有一個節目 就是他有一個愛的小手 你來 譬如說有些題目 或是說你什麼中間怎麼樣 有時候閃失他要打對不對 那個小手要打你 我們都被打過 這個很慘 好 那力經去就說 就因為他也要被受處罰 那個愛的小手就來了 啪啪啪 那你知道乃哥打 他不會假打 他都是真打 打過你就知道啪很痛 然後他就 他就痛得要哭出來了這樣力經 因為我覺得也是做一點戲劇效果 那當場他就是要哭 他說 你還真打 痛死我了 那你知道乃哥就是 他真的講話太直白 他就說 男兒有戀不清談 因為力經 什麼 男兒有戀不清談 因為你就知道他痛出來了 你怎麼會這樣子 他當中那就播出去對不對 而且乃哥還一副理直氣狀 這樣講 男兒有戀不清談 怎麼樣 後來 後來隔了 因為力經會生氣 有講說 當場就翻臉 就說 怎麼就變臉 後來又再上他節目 然後乃哥又來了 又補一槍 就說 什麼話題 講講講 就是他講 那力經你要不要生個孩子 就是他講的有一些話 又來了 又補一槍 所以力經就覺得說 乃哥 我跟你講 我再也不要上你的節目了 太討厭了這樣子 那乃哥就會說 那你怎麼不懂我的幽默 這就是效果 節目效果 你怎麼會不懂 你怎麼這麼容易受傷 可是其實就是說 乃哥其實這個徐大炮 真的 真的常常 那個槍 炮打起來 是他這樣掃射下來 很多人真的會受傷 不是 他們這個到底是演真的 還是演假的 是私底下的話是彼此會聯絡 還是說真的就已經鬧翻掉 因為在演藝圈真的吵架分兩種 一種真的就是吵新聞 那我們剛剛講這三個人 絕對是真的 那我再補一槍好了 因為菁姐其實是一個 我要講這個就反而他比較沒有事 當時我也是上麻辣天后宮 我旁邊的這個來賓是誰 是李敖 李敖老師 李敖大師 因為他當時要去宣傳一個書 他就上了麻辣天后宮 那麗菁 菁姐當時本來是想說 做一個效果就問那個李敖說 你覺得這裡誰比較漂亮 我漂亮嗎 他就問李敖說我漂亮嗎 各位 你可以想像李敖怎麼回答 李敖看看他一秒就回答說 你又不是女生 然後我坐在旁邊的時候 我心都涼了 他問錯人 他不應該問李敖這個問題 李敖一定會這麼說 而且我覺得這種性別的玩笑 還是不要開 因為菁姐真的會生氣 可是各位 李敖不是大家想像那麼小心眼 李敖其實沒有生氣 但是他只有在鏡頭前 就是撒嬌說 你們看 他都欺負我 連李敖大師都欺負我 這樣不就過了嗎 那個心裡就沒有結 但是剛剛講那三個人 現在為止 至少他跟羅妹妹 還有乃哥之間 這個結就比較難打開 好 其實很難打開的 還有一個人家講說這個同行相繼 因為他們這幾個人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是主持人 包含像麗金 徐乃玲 還有羅妹妹 他們都是主持人 所以搞不好有一些同行相繼的 一個問題在 但是真正 其實打得最兇的應該是這個 連星座專家 維維安跟唐麗琪 我說實在 他們兩個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分不太清楚 那考你 我說兩個誰是誰 我今天看得很久 好亂 他們是連行業也在爭 然後連臉型 連那個頭髮 髮型的話 根本都一模一樣 說實在 我會搞不太清楚 怎麼會這樣 現在越來越像 好奇怪 到底是誰 我必須講 我覺得星座專家 自己每天在幫人家占卜 再怎麼樣占卜 他們真的也算不到 他們兩位星座專家 居然一吵 吵了13年 就像剛剛俊學哥講的 他們什麼都吵 學歷也吵 身材也吵 頭髮也吵 什麼都吵 那最近吵得最兇是這一個 他們兩個在微博跟臉書上 PO的這個照片 結果一PO出來 維維安馬上就嗆唐麗琪 他這樣說 你真的 為什麼要學到這個樣子 你連這個妹妹頭 這個妹妹頭你也要學我 你是說維維安說唐麗琪學他 對 學他 因為他先剪了妹妹頭 搞不好同一個理髮師 對 我想說他不是路邊 一堆妹妹頭嗎 對 然後他說你學他 然後你是東師孝平 然後你 然後唐麗琪馬上就回答說 你是什麼 你是瘋狗 你狗廢火車 可是我這個火車 我不會停下來的 他們是這樣子在吵的 那他們兩個吵的 我們要先回溯到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吵起 他們在2003年 那時候台灣第一個 迷你節目叫什麼 開運鑑定團 那當然會很熟 開運鑑定團那時候 唐麗琪就在那邊 每天都在做星座的占卜跟預報 那時候他有一天 不小心說出 說了一句話 他說有其他的星座專家學他 這句話一講出來 是不是在暗指他 不知道 但是維維安馬上就回嗆 他說你唐麗琪 全身上下都是整的 那時候兩個人就接下了心結 也是在2003年 然後2004年又來了 2004年你知道嗎 那時候唐麗琪去代言 這個瘦身的廣告 他代言瘦身之後 維維安他也很想要代言瘦身 所以他那時候就故意 傳出來故意增肥再瘦身 然後後來果然也讓他搶到了 這個瘦身的這個代言 但是好笑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人都是忽胖 忽瘦的體質跟我們一樣 然後過沒多久兩個人都負胖了 那這代言是什麼意思 然後兩個人也都很剛好 就很好笑 再來又是因為減肥的事情 維維安說15公... 維維安突然暴肥15公斤 還嗆聲他說 那時候被人家那個記者 然後說到他 他說你怎麼突然變胖了 然後維維安又突然就說 我再怎麼胖 也沒有唐麗琪胖得多 就這樣子再吵 我就覺得這很無聊 就這樣子吵 一直吵 一直吵 吵到最後2013年這個經典 要稍微說一下 唐麗琪又受贈成功了 然後他出書了 看一下這張他的書 長得真的很漂亮 很像侯沛成很唯美有沒有 這時候剛好維維安 在同時候也出書了 他出書的第一句話是說 我自己我有修騙 我承認 但是我的另外一個人 他百分之百也有修騙 但是他的書也沒有賣得比我好 是這個樣子在吵的 好 再來2015年我們剛剛講的 頭髮這個妹妹頭的事件 再來2015年最近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是太經典了 維維安有一天在微博說 有一位同業J小姐 J小姐你知道嗎 唐麗琪她英文名字叫Jesse 也是J開頭是不是她不知道 有一個同業J小姐她說 她減肥一直減不成功 居然是靠切胃 要把那個胃切掉 減肥才成功 但更扯的是什麼 就維維安說 他說這個同業J小姐 還拿著我的照片 她還拿著我的照片 去給這個整警醫師說 我要整跟她一模一樣 維維安說的 那時候唐麗琪看到 當然是氣死了 可是證明我們看以前的那個照片 唐麗琪跟維維安記 根本長得不一樣 怎麼後來兩個人 越來越像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最大的敵人 可能也是你最大的那個天敵 而且兩個人樣貌也越來越像 講話方式也越來越像 而且我知道 彼此為了這件事情很困擾 唐麗琪老師甚至有一段時間 她乾脆閉關半年不敢出來 人家寫書 不過她最近唐麗琪付出的時候 用那個線上直播的方式的話 吸引很多很多的一個粉絲 對 我們必須要講 唐麗琪最近有一個故事 叫做白衣小女孩的故事爆紅 我們必須講 她現在在靠一個所謂的直播 這樣的東西 讓人家自己的曝光曝光 那直播的話 我們好玩的是什麼 你透過直播 你可以看到旁邊馬上留言對不對 然後他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現在透過畫面 他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後面的門打開了 無端端的 他一直講 他講的正起境 星座怎麼樣... 後面的門越講 門越開 越講 門越開 開的時候看到裡面 居然還有一件白色的衣服有沒有 現在透過畫面有沒有看到 天啊 你知道嗎 那個是很毛的一件事情 你在講那個白衣的衣服 是掛在那邊的衣服嗎 沒有 那時候我們必須講完 那時候他繼續講的時候 那時候粉絲 他那個門是自己打開的 然後他的粉絲可以直接回答嗎 粉絲說你趕快看後面 你趕快看後面 他當然不可能看後面 他只好忍住繼續講 然後講完之後去看到這個畫面 他嚇死了 你看一下那個門打開裡面 有個白色的衣服有沒有 他們說疑似有個像小女孩 站在那裡 所以他在講什麼呢 他自己本身在講 他在講美金的星座 講美金的運勢 然後他你知道這個白衣小女孩的故事 因此讓他微博瞬間 擠入十幾萬個人去看 然後他這個視頻在傳播的時候 你知道有多少人看嗎 750萬個人看 天啊 讓他真的瞬間爆紅 到什麼程度 還有那些不知名的人去演這段戲 演到那個點閱術比他還要多 有一個人模仿他那天的那個人還爆紅 對啊 這太誇張了 後來唐麗琪現在都直接用線上直播 而且很多很多的大牌的藝人 擠著要去上他的一個直播的 一個視頻 對 他現在就是固定去上 這樣的一個直播的節目 然後有很多大咖都去他的直播現場 跟他吃飯 聊天 聊星座 然後最大咖的 我最近有一個叫做Hibby Hibby也特別去參加 然後跟他吃飯 也瞬間吸引了非常多人 那唐麗琪他也靠著 這樣的一個直播方式 在他的演藝事件 又另外 辟出了另外一個事件 好 那麼真正要去好好的算算命的 應該是這一位志玲姐姐 志玲姐姐最近都碰到一些倒楣事情 除了陳冠希大罵他之外 後來還有田立 加入債局 現在的話 不得了 那志玲姐姐聽說 為了要化解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倒楣事 甚至傳出來他買了新房子 甚至擺下了風水保證 為了就是要嗑那個冠希 對 那事實你講的沒問題 因為林志玲是假生年出生的 假乾是連破舞陽的事 連真化陸 破軍化權 舞曲化科 太陽化劑 那今年是餅乾 餅乾是同姬蒼蓮 剛好連真化劑 所以他本來的連真化陸跟連真化劑 紀錄衝 所以他今年換小人 不過我們在8月以後看到 志玲姐姐在台灣買第二棟房子 花了1.57億 買了新居 而這個新居就在他舊居的隔壁 走路30秒就到了 叫做立騎齊 210坪連他露台 因為他是19樓 19樓裡面只有這個16樓有露台 加上露台210坪 買了1.57億 平均每平單價扣掉停車位是88.18萬 那邊是120萬 他等於是打75折 那個屋子是預售屋買的 屋子看到志玲姐姐 這個地方是在中正區 對 非常非常的貴 和平東路跟古靈街 我要靠那 那個屋子他是預售屋買的 他買百二萬 直接75折 二話不說虧3800萬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命相是說 我聽到我一個朋友講 本來說林志玲 他們家有找他去看風水 擺了一個什麼 擺了一個粉經的七星鎮 這就是要昭桃花 當然因為他現在爸爸媽媽 最煩惱的就是希望 他的感情有一個歸宿 我們如果從林志玲 他的一個整個在台灣的 演藝界的一個發展史 我們來看 他其實在2004年 也就是12年前 剛好也是那個時候 就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2004年的時候 他代言V1 V1在哪裡 在那個基隆路跟中校東路的附近 那有一個聯合報的記者 他說他前幾天 整理那個他救書的時候 突然掉了一個V1的一個 那個那個 那個行路出來 宣傳單 對 宣傳單出來 他說 在那裡有夠的 那時候我們都去看 V1那時候 在2004年3月29號當時 請林志玲代言 那時候代言費差不多一百萬左右 那你知道2004年就民國九十三年 民國九十二年就SARS 所以九十三年 那時候台北房地產都還沒有漲 那時候V1開架 他都是小套房 四百戶的一個小套房 每一戶都差不多十五平 而且他的公設蠻高的 差不多四百多萬到五百萬 他們聯合報很多高級幹部都去看 還有一些中級幹部也去看 他說有一個同事 他只是中級幹部一去 非常喜歡 他認為離家很近 走路五分鐘就 離辦公室五分鐘就到了 小孩子上課也沒有問題 他在上班又在附近 然後一下訂了兩戶 訂了兩戶 在交屋兩年半的過程裡面 他那個同事一面開計程車 一面多賺錢 等到整個落成以後 他一戶租給人家一戶住 在2013年賣掉了 賣掉多少 那時候買40萬 賣掉一瓶124萬 天啊 對 他說他們那些高級幹部 大家都堆心肝 為什麼堆心肝你知道嗎 他們那些高級幹部一去看 四百戶太複雜 再來一瓶40萬 太過了 再來那邊交通 那邊有一個路橋在那邊 那個不好 那個交通混雜 再來反正大環境Q 責任都賣掉 那個高級幹部 照說我怎麼買10貨20貨 都沒有人要 結果329賣 在520以前完銷 三個月馬上完銷 如果當初是看上了 志玲姐姐美貌的 跑去買的那些老婆 我還會罵老公的 你整個大看板你知道 搞不好都很後悔了你知道嗎 但是2014年也是他的轉捩點 怎麼說2014年 他剛好他的氣運 也是走到最低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事件 突然讓他爆紅 變成第一名模 因為有某電子公司老闆說 他要花350萬 跟志玲姐姐吃一頓飯 那個消息一隻出來而已 馬上把他在整個拱上第一名模 結果他2004年的時候 除了這個代言以外 他也丟掉了另外一個代言 另外他哥哥在那個大陸的一個工廠 也聽說有一些財務危機 2005年他又在這個摔馬 摔下來 所以那時候氣運不是很好 不過2006年的元月 他買了百達福利 104瓶5500萬 那時候扣掉停車位 一瓶多少48萬 那時候他爸爸媽媽就很急 第一個 女兒要不要趕快感情有一個 一個一個追歸宿的地方 另外跟我們不說好 買一間新宿是不是要來擺一個 請一個洪水仙來看 洪水仙說這個不錯 怎麼說 因為靠近中正橋 中正橋下面是新電溪 新電溪那個水流傳流不及 水帶財 加一定的賺錢 第二 有一個派的地方 因為中正橋下來的時候 那像一箭穿心一樣 直接射到這裡 所以說裡面要擺一些東西 結果另外他們就請一個洪水仙 說沒有啦 那中正橋下樓沒有那麼嚴重 嚴重在哪裡 嚴重在這個南虎宮 南虎宮離很近 廟宇閣去射到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裡面什麼 因為太陰氣了 所以裡面設一個遭陽樹 裡面擺樹 裡面擺樹 那些客廳都擺樹 家裡擺樹 但是記得 不能擺那個闊葉的 要擺那個真葉的樹 你如果擺闊葉的招音 擺真葉的樹就沒問題 因為樹它需要陽光 要需要那個空氣 要需要水 所以在裡面就會生氣蓬勃 另外他們裡面的家具 都用酸木家具 為什麼 要催情 希望他跟那個馬桶腳開 趕快 還是跟延程序 趕快能夠有那個感情的一個地方 這是那時候擺的 但是他運氣很好 因為沒多久 他旁邊這邊有一個 蓋了一個大房子 好 為什麼運氣很好 先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 我們再請憲哥告訴我們大家 另外的話 剛剛特別講到林志玲 林志玲的話 最近可能是因為遭小人的關係 那風波不斷 除了他之外的話 另外演藝圈其實還有一些人 遭了小人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改運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上告訴你 歡迎回到夢想街午時翹 志玲姐姐最近這個滿衰的 但是她還買了一間房子 那聽說有風水師是告訴她 她要趕快擺一擺她的一個風水保證 對 她那時候十年前買這個 擺達福利的時候 就說因為這個廟 這個廟的廟自己玩到 所以這個附近都是一 二 三 四 五樓 最關是五樓而已 大家像廟的 大家都掛那個八卦 但是他們家可能不相信 因為他買的是那個27樓 27樓已經算最關樓 最上最頂樓 但是感覺上旁邊都五樓 變了孤風獨立 所以他很辛苦 到後來他運氣不錯 怎麼沒辦法 久了 這裡建一間很大棟的廟 他整個擋住了 一開始飛黃騰打 他這個應該是有特別挑過 就是說藝人的隱私權 會比較重要一點 像那個擺達福利 其實也是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他買在那個最頂樓 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是19樓 他買在16樓 而且旁邊頂都13樓 會看不到 完全是隱私性 其實我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因為那個志玲姐姐 她的這個運勢也有有高有低 他剛開始在演藝圈 開始走秀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去訪問他 他早期住的那個房子 不是他們家買的 就比較早 那他們家那個門口 有一個那個鵝肉店 每次都狗仔等在那邊 那他也是後來衰了馬 我覺得他搬到百達福利之後 的確運勢會比較好 因為演藝圈是這樣子 有很多的藝人都會做風水屋 我們以後可以慢慢講 因為很多藝人他發達之後 他風水屋都不會賣掉 即使那個風水屋 風水屋 我舉例像陳昭榮 他過去演電影的時候 台灣電影景氣的時候 但是他收入不高 他其實住在浦欣 那是他的風水屋 我去採訪過 那個屋就很忘他 那後來他在內湖 即使是買了豪宅 風水屋不能放棄 因為那個風水屋 跟他的八字各方面是合的 因為藝人很在乎這個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他的 起家庫 台灣人講的起家庫 很多的富豪不是後來發了 他也不會放棄他的風水屋 他會保留在那裡 那我要講就是說 智玲姐姐最近真是小人很多 你看陳冠希 那今天陳冠希的爸爸 陳澤民也出來罵林智玲 然後有一些人你根本就 昨天還有田莉 昨天還有田莉 對啊 跟他什麼事 還有當然田莉 我們大家都認識 田莉跟智玲姐姐 應該也沒有太多交情 不過田莉也出來批評了林智玲 那今天又有一個人 大家更不知道他是誰 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呢 他叫黃毅清 黃毅清誰啊 他的前妻叫黃毅 黃毅誰啊 演過小燕子啦 這幾天有講嘛 小燕子有一代 二代 三代嘛 演過小燕子 但是黃毅清 干你什麼事啊 他就露了這張照片說 我告訴你們啦 其實林智玲好有心機 你看喔 他看起來表面上 雲淡風輕 和和氣氣 實際上是很有心機 因為他把手遮住了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是林智玲 然後這個是誰 這個不知道是哪一個名模 李嘉欣吧 林嘉欣是不是 李嘉欣 李嘉欣 那個是李嘉欣 林智玲 然後李嘉欣 對 他們是在一個時尚活動 然後他說林智玲 故意就把這個手伸出去 甚至拍照的時候 就會遮到了李嘉欣 但是各位 我們通常拎包包 手真的都要這樣 不然要這樣 對不對 那你真的很有事 但是因為黃毅清 就講的就是說 林智玲就是喜歡莊可憐 看起來他都不介意 其實他很介意 但我要強調 因為我們常常採訪林智玲 知道其實林智玲不會這樣 很多女藝人會這樣 就表面上像個和平哥 實際上是搶錢搶樑 搶男人會這樣 林智玲不會 是因為他家教真的很好 你們演藝圈好黑 這個私底下會拐你一下 或讓你跌倒 或者把你衣服藏起來的 真的會 林智玲不會是因為他的爸媽 對他 誰藏了衣服 你說在壞衣服的時候 把你的衣服藏起來 會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會 我曾經聽一個名模講過 他就說 譬如說我們三個人 一起走那個伸展台 你知道嗎 走走走 然後就到中間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停下來嗎 停下來的時候他就這樣子 他的手就這樣子 你剛剛講 智玲也只是手這樣 他是兩手這樣 其他的兩個人活生就被他擋掉了 這是名模確實告訴我的事情 走秀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然後就拍出來畫面就變成 他一個人站了其他兩個人 那其他兩個人的 上半個胸部都被你擋住了 他們常常玩這一套 那各種花樣都是用這樣延伸出來的 不過這一次的話 林智玲他們公司現在已經 提出了一個法律追溯權 針對陳冠希的一個事件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智玲姐姐現在真的是非常的衰 但是過去的話 其實兩岸三地裡面 不罰這些女明星 他們為了要改運 剛剛我們看到是林智玲的話 是買了房子 然後聽說裡面請了風水師 去幫他們弄一下 那裡面的話 其實在香港裡面 育人裡面的話 有一個人叫做劉嘉玲 劉嘉玲很神奇 聽說他當初去求見白龍王的時候 白龍王只認了梁朝偉 但是沒有認了劉嘉玲 白龍王是香港很多港星 還有大老闆都是非常信奉他的 那白龍王還收了誰 收了梁朝偉當乾兒子 所以那劉嘉玲是為他的這個 太座什麼是要跟著去 可是你知道嗎 很怪的事情 第一次去的時候 白龍王就說 叫那個男的進來就好 結果梁朝偉進去就好 他不要見劉嘉玲 那大陸問說為什麼 那劉嘉玲哪裡不好 他說他有一股氣 太倔 太強 我不要見他 後來第二次是他們 無間道的時候在拍 其實無間道拍的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不順 林堅月他們老闆 他們就把白龍王請來 要加持 要改 後來連名字都改 無間道是白龍王取的名字 改了之後遇事就好 可是白龍王來的時候 劉嘉玲還是沒有見到白龍王 你看 後來又有一次去 白龍王還是不見他 所以四次被拒見 那劉嘉玲就會說那怎麼辦 因為他還是很相信這些的 甚至於他們後來結婚 他本來有講說 因為梁朝偉有去請白龍王來參加 可是他們就想說那白龍王會來嗎 因為我太太是劉嘉玲 那怎麼可能會來呢 果然沒有來 但是你知道嗎 劉嘉玲請了另外一個人 大寶法王時期 後來他發現說 原來是大寶法王時期 來跟他 從印度趕來布丹 來幫他加持 我跟你講大寶法王時期 是有神力的 其實無間道拍的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不順 林堅月他們老闆 他們就把白龍王請來 要加持 要改 後來連名字都改 無間道是白龍王取的 名字 改了之後運勢就好 可是白龍王來的時候 劉嘉玲還是沒有見到白龍王 你看 後來又有一次去 白龍王還是不見他 所以四次被拒見 那就說 劉嘉玲就說 那怎麼辦 因為他還是很相信這些的 甚至於他們後來結婚 他本來有講說 因為梁朝偉有去請白龍王來參加 可是他們就想說 那白龍王會來嗎 因為我太太是劉嘉玲 那怎麼可能會來 果然沒有來 但是你知道嗎 劉嘉玲請了另外一個人 大寶法王時期 後來他發現說 原來是大寶法王時期 來跟他從印度 趕來不擔來幫他加持 我跟你講大寶法王時期 是有神力的 他當年在西藏的時候 是一夜之間 一夜之間就出現在印度 所以他們就那時候 傳很多說 他是用一個神機這樣 整個人出現在印度 好 大寶法王來 所以他們就說 劉嘉玲 好不好 那你婚姻得到一個祝福 果然他結婚之後 我剛剛有講 很多藝人要做風水屋 他也做風水屋 他在家裡面擺了一個七星桃花鎮 又找一個人來擺 那個七星桃花鎮 擺是要做什麼 展梁朝偉的桃花 但是是駐劉嘉玲的桃花 那個七星桃花鎮擺得很 什麼有那個水杯 還有那個鐘 還有鼓 還有什麼這樣擺一全家 這是香港的風神自己講的 所以確實是擺了一個七星桃花鎮 果然你知道嗎 原來梁朝偉跟張曼玉 之前有很多的這個情愛糾葛 但是那個正擺完之後 張曼玉就再也跟梁朝偉 沒有任何糾葛 而且他們結婚之後 其實劉嘉玲 他的整個事業還有投資等等 其實是非常非常順利的 劉嘉玲說實在很厲害 很多人知道 這個求大寶法王的話 很多人是為了求財 甚至有一些人是做生意的 會去求那個大寶法王 劉嘉玲光是這樣子一弄的話 他的身價現在已經高達了 31億元 基本上他除了演藝事業 他最喜歡是什麼 就是做他的副業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副業 到底做什麼 房地產他也有投資 酒吧 服裝 手錶 精明手錶 餐廳什麼都有 他的身價31億元 但是最近踢到鐵板 為什麼他投資